来来来来继续严肃龙 妈我来接飞飞了 你叫什么妈 我说你叫什么 哎呀还没结婚你老板 看这是屁 赵长阳就你们家这条件 我把飞飞嫁给你 免不了情绪在背后拽散到 今天你要不好好表现 我让你借我家宠儿 阿姨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对飞飞好 我我肯定把她永远放在第一位 你是真不懂吗还是咋 什么意思 阿姨有话您就指手我一定努力办的 要想娶媳妇 必须从我身后直到门跨过去 开门费啊八万八 八万八 阿姨你又不是不知道 为了娶飞飞我们家偷18万的彩礼 亲戚朋友都见了个遍 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了 嗯拿不出来是吧 那你借 实在不行就在这老不死的父母圈子什么事 反正我 今天这钱你要拿不出来 你帮他就我家成门 飞飞呢我不相信飞飞也会这么为难我 站住 飞飞可是我女 她是我心想要让他来一块肉 我说什么他都是账 别想让飞飞退去了就好了 妈 妈 这么多钱 这一时半会的 陈阳他怎么能拿得出来呀 飞飞 妈 妈 您就别拦着了 这婚礼及时马上就要到了 这俗话说呀 居气居气 陈阳啊 许了飞飞 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这18万不亏 飞飞 你真好 陈阳 我知道 这18万8的开门费 这会拿不出来 但是 你可以写线条啊 什么 线条啊 对啊 你要保证 这七天之内 拿出这18万8 另外呀 这每一天 要多加一万的利息 赵承阳 就你家的条件 可是食品香醉出了名的图会落破付 我能把女儿嫁给你 那是对你家最大行 这不可能 朱飞飞 怎么三年的感情你怎么可以这样 什么着 还没知道你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在建签 你签也得签 你支付钱也得签 小女儿 能不能这件事再通融通融啊 我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你自己开 我什么脸 就这么近呀 八方八的牌子你都拿不出来 没钱 没钱记得办事劝你 你让我爸去办事 要什么大金小费 快点还是大学生呢 这点长期你都不懂呀 我让他去卖肾 你不让他去死啊 就是啊 不就是卖颗肾吗 你爹这么大年纪了 也就这颗肾啊 还值点钱 陈阳 这可是钱呢 有了钱 我们就能结婚了 我们就能结婚了 你说的这还是人话 结婚 结婚 结婚我还就 冒结了 周伯伯 这三年我对你的付出 我就当是为了够 我平时给你买的那些礼物 发的红包我都可以不要 但是那十八万八的彩礼你必须还给我 我还给你 我费 这他老娘的口袋 凭什么还给你的 这要不是我女儿怀孕 凭什么你都费我来见我女儿 什么 怀孕 这是不是人啊 啊 你放不开我你弄捅我了 是啊陈阳 我怀孕了 见不见死 意不意外啊 丑伯伯 你都怀孕了 那你还找我结婚你把我当什么了 老娘不过就是想找个接盘侠 就凭你这点德行 也配娶我 丑伯伯 你 张陈阳 你敢拿我你 你这个见狗要是敢不认账的话 我还把你的眼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我老三是吗呀 你不可来帮我张死你呀 哈哈哈哈 赵小的这种小子 他弄到了我女儿的肚子 现在这个关他从不见就不行了 还打了我这个赵不行 让我们家序道子可以在海里啊 我 我不活了让我 熊伯伯一根手知道我都没碰过 他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 你们这时段晚上当了这盘侠了 你们赶紧把他采取钱给我退回来 还钱 我看你是做梦了 强哥 你看看他 几乎那他欺负我 放心宝贝 我现在就给你收拾了 小子敢欺负我的人 谁他妈给你的狗打啊 你的女人 你的意思是周飞飞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的 这陈阳啊 看来你还不算蠢啊 我实话告诉你你那18万的彩礼是我拿的 而且还是我们飞飞在床上呀 亲手给我的 你信任战胜 我就欺负你怎么了 你个绿帽龟还敢在我面前仗 我告诉你 今天这18万你一分也拿不回去 而且这八文八文进门费 你如果拿不出来的话 我怎么打断你的狗腿 打我 给我干死啊 别打了 我欺负你 赵自强 周飞飞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放过我是吧 把他们都挽起来 赵自强 你有什么 找我来别 找我癫癫 我逗你癫癫是吧 行啊 只要你给飞飞签下八万八的借条 我就不动他们 赵自强 你混蛋 怎么不愿意呀 那就好 别怪 赵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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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 2019 打你一次 儿子 你还是离开住的吧 爹 我不走 这是从你维着的大学 不应该留在村子里 只有走出去 才能真正的突然投地呀 可是你跟妈的身体都不好 再加上赵子强那个王八蛋 肯定很快找上门来 我怎么可能把你们认下 自己去什么场 这些不用你 我和你妈死不了 你爹我活到了本辈子 没本事 处处让人瞧不起 我不想我的儿子 也和我一样 一辈子我在这大栽地中啊 你爹说得对 你可是前过最好的大学毕业的 你可不能一直留在这里啊 我 你什么你啊 我和你妈欣欣姑姑 供你上大学 不就是为了让你 能出人头地吗 你就出去好好闯一闯 明天一早 锁身进城啊 爹 听我的行不行 爹 我听您的 好吧 我 爹 我 爹 我从来一定会混得出人头地 怎么让一些欺负过你们的人 非出带着 我 你 我发这么多钱进去你们 公主什么拿机方案 公主什么拿机方案 奇怪 什么 你 你 唐总 您听到 这是我们新来的一位实习生的发 我认为非常有秀 赵晨阳 这是一场足以见证一代商业传奇的相会 有了唐梦如的赏识 赵晨阳很快就展现了超人一等的设计天赋 接连获得国际设计大奖 并帮助唐梦如的公司 在短短三年内成为建筑行业的李投阳 而赵晨阳也成为了身价百亿的商场新贵 赵晨阳 谢谢大家 没有大家的支持 我负责总拿这个 赶讯 杭光您找我 送你个礼物 礼物 西林山旅游开发项目 没错 集团决定开发你的家乡 谢什么 不过我也是我的行政 条件 放心 我会委为道理 而且对你还有好处 阿宝 要不是有您 我也打不到今天的成交 你放心说吧 什么我都答应你 和我结婚 然后继承唐氏集团总裁之位 爸 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干嘛呀 这跟兄弟们都不玩玩呢 你呀你你天天的就没个政行 就是他吧 我收到确切消息 省城的唐氏集团要来开放我们西林山 那下 当然是真的 你爹我还能骗你不成 这下 我们山村的地和纠纷 其实没有 我跟组长赵成平 已经说死了 趁着村民们都不知道这事 用一些小钱 我还错你那些地 全部搞好手 这事 你必须给老子办 真的没有 爸 你就吵好吧 明天啊 我先把那些 听我把村民举结到一起 给了一些不愿意的 大黑眼 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你妈的性格 你故意上大厨 不就是为了让你出人途丁 爹 我听您的 爸 妈 儿子没有让你们失望 陈阳 如果叔叔阿姨看见你现在的成就 一定会很开心的 好 各位 不老乡亲 今天呢 把大家召集来 是有一个天大的喜事 要告诉大家 为了让大家能够进城 过上好日子 成业 愿意把大家手里的宅地地 把标价 买下来 如果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大家就请先知 来 前面 建国 你怎么还不过来先知啊 哦 陈平哥 我家宅地地是留着给陈阳取媳妇用的 我 我不想卖 不想卖 你们家房子确实用不着卖 就应该被村子无条件收回 你啥 干嘛 你那儿子是个抢劫 不看 丢了祖宗的脸 你们有什么资格占用我们赵家村的地 你胡说 胡说 你那儿子在城里干什么见不得人 勾当 还不让人说了 不可能 我儿子丢不得得住人 不可能 你说你儿子呀 欠了我们飞飞的钱 三年都不还 为了钱去抢劫 很正常嘛 得亏我们当时没把女儿嫁给你张废 有道是子债负责 这当时的财力八万八 到现在 算了 现在 是八十八万 你们 还不上 那就这 让你那个不回家的儿子替你们还了 你说胡说 我儿子绝对不会犯罪的 哎呦 怎么还不相信呢 我在城里的兄弟可是亲眼看到了 你那废我儿子 可是当街抢劫呢 你一个抢劫犯 那是回不来了 春平哥 陈阳也是你看着长大的呀 他不会因为钱去抢劫的呀 你以为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就不会仔细查实嘛 你儿子抢劫 就是实实 我 主人 犯下这么大的罪 我作为主长 冲心了 你教子无方 是祖宗蒙修 按照造势一族的规矩 就该边心三世 从君子出名 来 请假访 程明说 这边想 就由我来指向 哈哈 陈平哥 是我教祖无法 入门了祖宗 我却挨着三十鞭子 可是 陈平哥 我求求你 现在不能把我们一出祖宝 那样我们可就没有根了呀 老不死了 我告诉你 今天你就是磕破了脑袋也没用 我们可不想跟抢劫犯同族 我 不要 我 我一边去 陈平哥 爹 看好了 这第一下 你教子无方 我 第二下 我打你违背祖规 第三下 我他妈就想打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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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他 我 陈平哥 我 我 你 不要 他 我们 走 我们 就 走 现在 我以赵氏一租的 出掌身份 宣布 赵建国一家 从 你们家 再也不是赵家的人 啊 爹 爹 爹 小杨 是小杨 赵洋回来了 二十四 这 这是赵传阳回来了吗 组长不是说 他是抢劫犯给抓了 抢劫犯 不可能 哪有抢劫犯 这么快的地方 赵索 我爹是你爷爷大的 哎 师傅 怎么样 臭傻逼 你有意见呢 赵索 你找死 赵洋阳 你敢踹我 还带这么一帮人回来 你可这儿装你妈呢 兄弟们 住手 赵洋阳 这谁不知道 在西陵山村 强哥就是天 你还敢动手 你就等死了 赵洋阳 这三年前的招 我还没给你这个剑的算 你敢骂我 翔哥 你看他 放心 我饶不了他 兄弟们 给我弄死他 废物 我起来接着打 你去废物 你老子起来 弄了 大厅广众这下 撑托地 你违反了 族规 你爹 就是在替你送过 没错 赵洋阳 你在外边抢劫 是个罪犯 我呢 只是替赵家的 祖宗打你了 你个小憋子 敢在我面前 作为作父 我告诉你 你们赵家一家 已经被族长 赶出了族 还不赶紧带你 这四位 发脑火出去 我是抢劫犯 真是可惜 你身为族长 就因为他们污蔑 就随意的 你不作弃 你的公平在哪里 你说没有就没有 你在外面五年 谁知道你都干了什么 说不定啊 你带回来的这些人 都是你的同学 陈阳 这就是你差点 要娶的女人 还真是没脑子 我陪着陈阳回来 带着人和钱 就是为了帮助你们 建设山村 摆脱贫穷 而你就是这样 对待陈阳一家 你个臭娘们 在那说什么大话 还带着钱回来 我看你那些钱 是陪别的男人 睡觉赚的吧 赵子强 你再不把你的臭 你信不信我 叫人把你舌头割了 看你是他妈的找死 有老师的 我可打我 赵子强 我说过 你今天死 你 你身为组织 随意的亲信传言 不便是非 肆意动 你 追打我 你们这群人 为祸乡 击负村民 我今天要替所有的 付出行情 让你们这群人 都被严重的惩罚 赵清光 我真就出来一个好儿子 赵成阳 你只是一个晚辈 看看给我们这些长辈奖销 给你一个交代 我弄得着给你交代 那别忘了 这西陵山 是我的那盘老子说了算 还能像五年前一样 打你的疯 我是你的女人 你信吗 你谁敢 我弄死你 赵开样 看来你是真的不会好好说话 我就替你爹 好好教教你 来 打他打他腿 照着你啊 你把自己找我死 兄弟们 给我上 死打伤了 王子不走 张子诚 都别动 赵成阳 不想让你爹死的话 就别他妈反抗 周子强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你死定了 我说的 到他妈现在你还敢威胁我是吧 告诉你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跪下 不然的话 老子现在就抹了你爹的脖子 赵子强 你要是敢动手 我保证 整个龙国都不会有你的容身之处 你就算是躲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找人把你揪住 还敢吓唬我是吧 老子他妈吓大的 别动 喂 姐夫 自强啊 唐氏集团分公司总经理唐浩 马上就到 这可是我费尽心力 才结交下的大人 你好好表现 听到没有 放心吧 姐夫 我一定好好表现 我现在村里来了几个咸鱼 先把他们收拾了 听到了没 唐氏集团的大人物马上就到了 很快就会跟我们合作了 你们不过是一群漂亮小丑 唐氏集团会答应你的合作 才是瞎了眼 赵晨阳 你开什么玩笑 我告诉你 我姐夫马上就来了 我姐夫身上可是有 十几趟人命呢 信不信 我现在就把你爹杆了 不 你才看什么样 就在叫你杆 别看我敢不敢 就这样 事实上不快 事实上就跪在那里 给我磕头 再把你们女人 乖乖乖送我床上 我什么的话 你爹 想让我上你的床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祸同活 这小娘们还泼辣得很吗 老子就喜欢你这种 对我动水动酒 来人 让他们跪 自杀而光 你找死 谁 谁这么有本事 让你发这么大火 爹 你想弄死谁 给我说 让我去问 钱来了 就是他 姐夫 你腿上这伤 想了 小姐 小姐 故意来饱饱 或者个亏 就被一个臭娘们给踹 你让一个女人把你打成这样 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哟 我说谁呢 这不是五年前让赶出去的赵晨阳吗 现在混大了 赶撒野了 姐夫 这小子 不知道 哪来的狗屎运 我车里赚到钱了 他回来 说要听理我们 我 是吗 是吗 你他妈的敢在这个地方撒野 你是不是想死 我要不是还要接待 唐氏集团的大人 没工夫跟你们在这儿记住 脑子一定把你们剁碎 送到山里为野狼 没错 这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 我姐夫 可跟赵氏集团那个大人物关系好了 你应该庆幸 你现在还能活那么一会儿 你的意思是 你跟唐氏集团还有多钱 唐氏集团分公司总经理唐浩 那可是我兄弟 唐氏集团分部总经理 那真是好大一生过 赵晨阳 你刚才不是很狂吗 口口声声说 让我跟我爸给你 怎么 听到唐氏集团的名头 怕了 那可是唐氏集团分部总经理 和这位大人物交朋友 我可是下了大功夫 不是我小瞧你 就你这样的 给这位大人物开门 你都是高班啊 就算你现在有钱 想认识唐氏集团的人 那也是 那也是做梦 那我也告诉你 就算你结识那位大人 想跟唐氏集团合作 那也是一小圈 没错 唐氏集团是绝对不会和你们这个 能够合物 你们为货乡 今天 我就要一个个的 清理了你们 姐夫 你看到没 看这小子口气有多大 说咱们跟唐氏集团合作不了 还 还要弄死咱们 赵晨阳 我不管你在外面 玩得有多开 但是在这西陵山村 是龙 你给我盘着 是虎你给老子握着 我今天不弄死你 你还真不知道我假有钱 是个什么人 是 那我还真就想试试看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还真是出去混了几年 却不知道自己相老几了 看来五年前 说是你还不够啊 哈哈哈哈 你你你你 你你 贱福音 还敢打我 我 你 我 你 臭娘们 你还敢踢我 真是笑不了 你 当着我的面 还敢打人 你们还敢动手 还愣着干嘛来 你弄死他 姐夫 你在床上弄死这小娘们 废物 你还在想与人 唐氏集团的大人公马上就到 动他马力点 赶紧给我把人处理了 你姐夫说的对 正式要紧 还是赶紧把他们腿打断 挂起来 等我处理他们 谁给我再说 你弄着干什么 给老子撞 鸡群乌合之中 废物 都这么废物 这就是你养的打手 跟你一样 就知道亲和玩了 把电话给钢子 同学找人 看来经理的不只是你 还有你们手底下 这些为非作战的恶徒 家有钱 现在闻到 赵长阳 你一定敢动我 赵长阳 黄金城 给我撞回来 西里山建设 那是村里的超等大事 一切事 要给他让路 你们相互勾起 欺骗村民 将地低价卖着赵承越 这就是你说的 头等大事 低价卖地 又是怎么回事 谭阳 你得好好给我们说说 各位 唐氏集团过来投资 真用大家的宅基地 的确是会给大家 一笔大额的补偿 只不过 被他们用低价骗了地 我说呢 赵自强一家 竟然能花钱 买我们的宅基地 原来是想低买高卖啊 算吧 听讲啊 算你到自己的族人身上了 小心 十二次没屁眼 这地 我不卖了 现在就给我吹了 没错 我也吹 给我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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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家 这么多人家 就想骗我们的地 你们 也太掌握去了 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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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样 告诉你们 别想着这个赵承阳 能替你们做主 钢子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和赵承阳 自己都自身难保 臭傻逼 别想着帮这群屌词讨回宫的 先想想 你自己该怎么办 刚才留着你们 确实是污染西里山的风气 扭手 赵承阳 你别以为你人都还很能打 你你你就可以拿尿我们了 赵老大能当着西里山的扛把子 那都是刚刚一刀一刀看出来了 你带着这几个人 都不够他一个人看 没错 赵承阳 我劝你 乖乖的叔叔就行 也许我们还能发发善心 饶你一命 陈阳 你可不要冲动 听说那个刚子 真的杀我呀 是这样 你赶紧带着这个姑娘走吧 叔叔阿姨 你们不用担心 他们不会伤害到我和陈阳的 陈阳 赶紧把他们抓起来 得耽误了正事 你敢 我告诉你 我的人马上就到了 我一会儿要让他把你们所有人的孤活都打断 刚才来了 赵承阳 你就等死了 你还真是无法无天 我还以为哪个道上的大人 没想到是个毛头小子 想怎么死 该死应该是你这些信啊 行了刚才 别耽误时间了 唐氏的大人物已经到村口了 咱别耽误了正事 好嘞哥 你放心吧 这些没见过雪的家伙弄死他们 对这个面 诶 等等 刚才 先别打死他 先打断他的双手双举 不要让他跪在我的床头 亲眼看我玩耍的女人 不要让这个小娘们跪在我面前求我 志强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女人呢 诶 强哥 您别生气嘛 您看这女人 确实长得漂亮 诶 强哥 等一下你喝了头到汤 诶 让兄弟们也爽一下子 啊 广西 强哥 我肯定忘不了你 我和今天所有的兄弟都可以尝尝他的胃 够了 还不赶紧干正事 你们这老子 你都是女人吗 啊 兄弟们 我让我说 你看 我说 还有你们 敢对总裁和董事长动手 是不是找死 你是唐氏集团的总裁 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 敢对我们董事长和大总裁动手 是不是找死 是唐氏集团的总裁 哎呀 陈阳 你看 这是误会啊 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总裁 你看这 这陈阳没有说大话 他居然是唐氏集团的大总裁 先让嚣张一会儿 待会儿又逃给你 你们父子两个 作恶独断 欺压村民 只要稍微反抗 就会遭到你们的毒打 吃了这么多人血满头 你们真的就没有一丁点羞愧吗 神不畏激天诛地面吗 有什么好笑可以 好一个人不畏激天诛地面 赵子强 既然你不知悔改 我今天就要替所有的佛祖乡集 偷回一个公道 你们所有人都跑不了 你们所有人 现在给我跪下 向赵家的祖宗请罪 向所有西林山的百姓道歉 好 小玩意儿 你让我给这群垃圾下跪 赵承阳 你怎么 你不服啊 我告诉你赵承阳 你别以为你是什么唐室总裁 你会无法无天了 我赵子强也他妈不是猴惹的 我猴惹是吧 赵承阳 要他过分 我过分 赵承阳 你为非作歹 欺骗村民低价买地的手 我不过分 赵承阳 你也不要把你自己说的那么高尚 你回来 还不是为了赚钱 西林山建设 那才是头等大事 你们都是赵家的乔 应该相互合作 才能把西林山村建设好啊 对不对 赵组长说的也没错 总裁 咱们呢 也不要跟钱过不过去 你这么做的话 咱们还得再教一支施工队 是吧 那如果非要赵总 不是你 唐浩 我劝你认清楚自己的定文 赵承阳总裁做的决定 还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家 让他们与赵自强一起 跪在赵家祖宗面前一起唱 喂 你要做什么 我可不是赵家人 赵承阳 你 组长 你之前冤枉我就打了我 一三十年 那么我问你 赵承业否则 应该 不知道 那就由我来说 像他们这种无法无天的恶霸 按照 喂 该打一百鞭 没错 这种人打一百鞭子 都是便宜他们 实际打打死了活该 对 打 啊 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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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起 你们给我走 要吗到这时候还敢嘴硬 陈阳这鞭子能不能给我来打 我也打 奶奶 平时欺负 今天我们要打回来 你 啊 今天我做主 你们之前所受的欺负 今天全都打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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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欺负人 让你做 打死你 啊 给我使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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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Spider What there Yeah Are you 怎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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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ft 赵自强 你还真是无知悔感 哪人 来给我带上去 乖起来 等等 陈阳 你打也打了 这气也该消了吧 这 不是一家人 这事 就算了吧 你的意思是 把他们给放 赵总裤 你要考虑清楚 赵晨叶 是我亲自行 集团的副总事长也同意 陈浩 你是在拿副总事长来威胁吗 赵晨叶 我知道你的本财 没错 但你可别忘了 唐氏集团 姓唐 我不相信副总事长 会为了几个孙霸者 我更不相信副总事长 会做出伤害集团利益的事情 反倒是你 身为唐氏集团分部组经理 一直与几个小货 在一起 你当真不怕我开除你 开除我 恐怕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那再加上我这个董事长呢 唐孟露 你别忘了 我也信他 想开除我 你 也不行 不信你们大可以试试 赵阳 你真要让大家回难你 听我一些劝 什么 你得放了吧 是啊 赵阳 我们是一家人 我保证 监控 我们全家 都是你的 我们都知道错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得罪你了 而且我们以后再也不欺负村民了 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 我说过 我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 还有你 身为组长 一直与村霸勾结在一起 我一定号召村民重新宣具组长 想不到你连我这个长辈都要危险 想免了我这个组长 那 你要先看看你这个唐氏集团的总裁的位置 还保不保得住 没错赵阳言 如果你再一意不息 我保证 你大总裁的位置 坐 请 那个啊 你 走吧 赵阳阳 你给我等着 走 把他们三个带下去吧 赵阳 不要后悔 赵阳 我总觉得唐浩好像收到了集团某些人的指使 放心吧 我早有预料 即使是有 也绝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儿子 你们都是干打事的 我跟你妈呀 就不耽误你们了 行 爹 我们把这里处理完 立马就回去 行 好闺女 我让陈阳带你回家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好 阿姨 行了 赶紧走吧 别让孩子们工夫 一会儿带回来啊 拆迁队的事 安排好多 放心吧 都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就找开周上会 说 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跟什么办 皇上 赵阳阳只是个外人 唐指集团 是唐将 这大总裁 也只能姓唐 你过来 明白了吗 好的说 我知道 该自作 真没想到 我们还有机会 跟唐氏集团合作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也不知道 西陵山有什么好的 能吸引唐氏集团来投资 我听说 这唐氏集团 现在的大总裁 可是西陵圣村 出来的呢 一个穷小子 短短五年 做到 唐氏集团大总裁 可是一代商业传奇呢 陈阳 所有有实力的公司 都来现场了 欢迎各位来参加 我们唐氏集团的招商会 今天 我们将选择合适的公司 来承建 西陵山 旅游度假村 能承建 唐氏集团的项目 是我们的荣幸 赵总裁 快说说 我们该怎么做 是啊赵总裁 我们都已经等不及了 大家既然那么积极 那我也就不卖关子 大家可以把各自公司的竞标书 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如果竞标成功 我会当场成功 赵成阳 你没有资格 主持这群招商会 你没有资格 主持这群招商会 我当然有意见 你人品低劣 不配当作 自然也不配 果实这种招商 我人品 你怕是话说法 你勾结外人损害集团利益 人品低劣的那个人 应该是你 赵成阳 你还不承认 你说我勾结外 你有证据吗 反倒是你 我有充足的证据 证据你的人品 证据 唐浩 你污蔑赵总裁 这可不是开除 这么简单的事 想开除我 你们好像没有这个本事 想要证据是吧 我这就给你们拿上 陈阳 你攀上唐家这个高知 就不让我跟孩子了吗 周飞飞 这个孩子是谁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现在跑来无灭我 怕是走错了地 陈阳 虽然你以前经常打我骂我 但是我都不怪你 我只求 你能认下我们的孩子 你果然还跟一年前一样 赵晨阳 你为了自己的一时痛苦 让一个无辜的女人 未婚先孕 她生下孩子 你就不管不够 这男子不是人品低练吗 一代商业传奇 赵晨阳 竟然做出这种事 不管自己的女人孩子 还家暴 这要是真的 那这人品也太差了 恐怕这次合作 我们得好好考虑了 赵晨阳 三年前你骗婚骗财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敢跑来污蔑我 晨阳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你打我骂我 我都不怪你 真的 我一点都不怪你 可是 你 你不能不认我们的孩子呀 赵晨阳 虎毒不识子 你连自己的孩子 简直连畜生都 好 周 周飞飞 晨阳连你半根手指头都没空 你敢说这个孩子 晨阳 这真的是你的孩子 你怎么能不认呢 你看 这是你跟孩子的亲子鉴定书 看来你真是有味 一份伪造的亲子鉴定书 就想来污名 可笑 真是太可笑 赵晨阳 你这是敢做不敢认的 没关系 我还有证 我是西陵三村 赵氏医书的处长 我能证明 沈阳 五年前 你和飞飞差点结婚 这个 我都知道 飞飞给你生了一个孩子 我也能证明 你 怎么不认他们呢 嗯 哎呀 宝贝 去 到那边玩去 赵晨平 你这老东西终于扔不住 赵晨阳 现在证据确凿 你还在教 我们唐氏集团呢 可容不下你这种人品低劣 你要是实相的话 最好早点就辞职 你就辞职 要是你说不 那这可由不得你 我也不怕告诉你 副董事长 唐飞红 早就知道 这件事 唐飞红 原来想赶走晨阳的 还有他的关 你们知道就可以了 唐副董已经召开了识会 等他拿到开除赵晨阳的判决书 我立刻敢动 你最好自己辞职 滚开着 否则等副董来了 你想安全走出之 都不可 我 是吗 陈阳 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不过你有没有权势 我都不会嫌弃你 你还是跟我回去好好过日子 好吗 说 陈阳 等唐副总来了 你想走 还给你死不了了 你们这些人的嘴脸 我怎么就看得清清楚楚 赵陈阳 你少得意 等副董事长来了 看你怎么办 他来了又怎样 召开董事会 连我这个董事长都不知道 你觉得这个董事会还有用吗 唐副董可是你的长辈 他在集团内部德高望重 他出面召开董事会 用得着告知你 还有你赵陈阳 你马上就身败名利 被集团给你死了 我身败名利 我赵陈阳做人堂堂着 一份假的亲子鉴定书 还有这个拢头提供的伪证 就像管道 你们或许太有点诚了 不错 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让你们这些信口词会 付出代价 唐昊 你别以为你小心思索 有我在 就算唐副总亲自那 你们也休想针对这个 是吗 孟如啊 开除赵陈阳 并追究他的责任 这是我决定的 你是要反对吗 不错 赵陈阳干的这件事 已经正绩确凿了 你确定还是要反对 这是污蔑 你 唐昊如 你说出这种话 你问问在场的各位 有谁心 唐副总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我这个人啊 最见不得不平的事 你放心 我一定把这个混账 送进监狱 张沈阳 你还有什么话 刚让你跟我走 你就是不停 你看看这 我这里还有更多 他的罪证 这是他在担任 总裁期间 利用职权 汉务集团的公款 所有的证据 都在 唐副总 看来你证据 准备的充分 但是 污蔑就是 永远都成不了 这 没错 污蔑不能当真 这件事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任何一个污蔑成员的人 全不过 唐梦如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平时尊重你 那时看在老董事长 是你父亲的份上 我和老董事长 打天下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你什么意思啊你 什么意思 老董事长现在不在 集团董事会 就该我说了算 他轮不到你这个 小丫头骗子来做主 你说这会儿 就不怕我爸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么样 你可别忘了 我也是唐 我也是唐家人 我还是你的长辈 你不会真的以为 老董事长 会为了一个外人 跟我们这些老兄弟 过不去 况且 他现在在南方的 老老月 没有必要跟着 我的生气 看来 所害你一串利益的事情 老董事长也有一份 赵岑阳 到这个时候 你还在那里 昨天 你给了我一巴掌 心情还食吧 就凭你也会 什么事啊 你还敢这么称吗 今天 一定会 这 就凭你 我手上那么多的证据 其他的还重要吗 你不会以为 真的吃点花了 行了 少在这儿虚张声势 就凭我手上的证据 我就可以把你打入深淵 让你再无出头之 还不愧地叫人动手 搞人 赵天阳 我说过 没有让你后悔 你的选择 是 他老 我不得不夸你 他妈的 老子一定要让你死 来人 我 像他 我看谁敢 唐猛如 你最好闪到一边去 否则 别怪我不给老董事长面子 我连你一只收拾 就有 原来这么久 终于忍不住了 什么意思 我帮我看看 什么 赵晨阳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你这是早有准备啊 看来你还不算太蠢 先是找人污蔑我的人品 然后伪造我以权谋私的证据 但是唐飞鸿 你算了一点 你 什么意思 你算漏了我跟孟如的感情 你算漏了老董事长对我的认可 你还算漏了老董事长 其实早已经把唐氏集团的大权交回了我 赵晨阳 敢对傅董这么说话 你是不是放肆 放肆 哼你们多次通过工程以权谋私 你们贪污公司公款 如此损害集团利益 我看放肆的 是你们 赵晨阳 别以为你就赢了 来来 瞧瞧 这是集团董事会 开出你的判决书 哼 你还真是天真啊 你以为没有我的授予 那些股东会如此配合 我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要抓出你们这些集团的助手 然后一往拉起 你 唐飞鸿 这里面就是你无限我的证据 所有董事都已经执任了你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今天我就要代表整个集团 教你们一一审判 拿下他们 你干 拿下他们 你干 我有什么不敢 唐飞鸿 这也是你一次次出卖集团利益 一次次的以权谋私 一次次的中宝私囊的所有罪证 使证如神 唐飞鸿 你今日难逃罪责 那你怎么样 我终究是唐家人 唐是集团 终究是我们唐家的 就算你现在位高权重 我还是个外人吗 快 陈阳是集团的大作者 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决策者 他才不是什么外人 唐飞鸿 我现在代表整个唐氏集团 董事会宣布 解除你副董事长的职务 收回你所有本 并且解除你的一切成 张志尧 你确定 怕是做得这么绝 这一切都是 揪你自取 还有你 身为唐氏集团分部组经理 不思为集团工作 勾结外人污蔑的财 现在我宣布 解除你的职务 你跟唐飞鸿 就等着被集团追责吧 你就等着去监狱忏悔吧 我不要 我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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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潘 你再放过我一次 一共 我都听 早知今日有何必到处 现在知道错 枉了 早知今日有何必到处 现在知道错 枉了 你别跟我起来啊 你这跪着 你想想想这个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我做 是你跟我说 周春阳是外人 不会当集团的赌权 是你说 周春阳他不会当集团的决策者 都是因为你 是你害的我 他对送财的 周春阳 我 我有好多唐飞鸿的罪证 我把它都给你 你饶过我一次一次 饶过我一次一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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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当狗 行了 你们两个不用再演双 我说 今天我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人 待下去 周春阳 你没有权力吓我 我要权力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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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陈阳 这里不会再有第二个声音了 以后 也再也不会有人反对你的决策 等我处理完它 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 建设行为上罪 陈阳 对不起 是我鬼迷心窍了 都是唐浩 是他威胁我 让我诬陷你的 我一直没功夫计较 你五年前的所作所为 并不代表我已经放了你了 谢你一日之美 把五年前从我们家骗的十八万财领还回 不然 我就让你知道 被催收上门是什么体验 还有你 作为组长 勾结村霸 四地欺压村 我会召开全体村民大会 撸了你这个组长 追究你的责任 来人 给我扔出去 不好意思啊各位 处理了一点集团的事情 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不耽误不耽误 赵总您太客气了 对啊赵总 我们愿意等 好 那么我们继续 大家可以把自己公司的竞标书交到我助理手中 若是谁中标 我定会当场宣布 这里请大家把竞标书都带到这里来 请大家拍号队 别拥挤 请在您看 这是所有文件夹里面最优秀的一份 不错 确实很有心 长盛公司 这家公司我知道 名声很好 而且从不以次出口 也不可待员工 沈阳 如果觉得他们不错 就和他们签合同吧 各位 我宣布 此次西陵山旅游度假村 中标公司是 长盛建设公司 建国 历子 你家沈阳现在也出息了 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亲戚人 是呀 这都实在经济 给小野建造一个龙座 沈阳也就是动动腿瓶子的事 哈哈哈哈 他姑姑 他姑说 这沈阳在外边也不容易 他 这不许点什么 说那么多干嘛 我可是听说的 沈阳现在可是百亿富豪了 他姑姑 你可别这样说 这件事情还是沃稳车边吧 哎 姑姑 姑姑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呀 刚才还提醒你们呢 哎呦 这就是团大小姐吧 长得还真漂亮 我们家沈阳阳还真有福气 姑姑 您别这么说 那跟沈阳在一起啊 也是我们的福气 还是人家大城里来的 懂礼貌会说话 来来来快说 我姑可从不会对我这么热情 难道 我 你要是有什么事 你可以直接给我说 要是我们帮不上乱 那就意思 啊好 沈阳阳 呃是这么的事 呃你表弟小远 是在家上班 你能不能在唐氏集团 你来怎么事给 这事会太为难你吗 说什么呀 咱沈阳可是堂堂大祖 这一点小事 没人啊 是吧沈阳 沈阳啊 你别想太多 你要是身在太为难呢 建伯 啥意思 你们家都发达了 你就管这些穷气劲了吧 好了 这样吧 小远的工作我的安排 现在新临山马上就要开始建设了 可以让小远先去工地了 什么 让小远去工地 让我家小远去工地 这可行 沈阳阳啊 你现在可是大祖才了 就安排 你不要急去工地 谁啊 这工地像类似那坡的 那是人干的 在工地干活 一样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挣钱 同样值得尊重 怎么就不是人干的活啊 你们这想法很偏激啊 对 可是沈阳啊 你现在可是大就在了 你介绍就找这用地上 这丢的也是女大人 你说是吧 就是表哥 我可不求工地 累死人了 这钱哪有活 那你说说 你想要做什么东西 我就先从那部门经理干起 过去面 给我安排个副总 或者分公司总经理 我不嫌弃的 就是 陈阳 小远跟你都是自己的人 你可能不可以带来 再给我找一个秘书 要那种 凶大病毒窍的 够了 小远啥样子 你们自己不知道 要学历没学历 要能力没能力 我觉得呀 新工地挺合适的 哎 新工 你这啥意思啊 怎么 把二十四方处杂了 又不得人了 完了 你提过二十二票 你是不是 不得人 姑姑姑先别生气了 这事啊 还是得让陈阳做主 看他 还是腾拉小姐明智里 陈阳啊 你表情的工作 就交给你了 我 这部门精灵呢 在腾市集团 已经算是诸高层 以小远的能力 想要做部门精灵 简直是持行老强 如果你愿意 让小远去工地干什么 现在是什么 如果是别的 赵全阳 你们是不是 我还一起承告你了 战士 这一块一样 背面 她姑 让小远去工地 这已经是走后门了 不会 现在我就再没关你了 我儿子要排好工作 我排好不去 姑 陈阳是不会为了您儿子 就学习舞弊的 您要赖在这也不是故事 不过您要清楚 陈阳做任何角色 都是需要准备 董事会统一才 你这是啥意思呀 不 您这招是难捏不住陈阳 我建议您还是听从陈阳的建议 让小远先去工地 等小远做出一定的成绩呢 我自然会跟陈阳提 叫他去当领导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但是如果您不听从这个安排 那我也能办 我们听 我们听 说好了 过一段时间 就让我儿子当领导 只要你儿子能做出一定的成绩 我一定是我儿子 我打扰你们 走 哎呀 好闺女啊 他们这一家人贪心不足 你怎么能给那样的承诺呢 放心吧阿姨 主要他们赖在这也不是个事 如果他真的能做出一定的成绩呢 就证明他还是有能力的 但如果他做不出成绩 那他也愿不得别人 是啊妈 跟我们说的没错 我一会儿前期 也不好迷你拒绝 可是 可是啥 可是 听孩子们疼 这个 这样啊 我刚才啊 跟村民通了个气 他们呢非要选我做组长 我觉得吧 我这身份苦还 你都说了 那我能拒绝吗 叔要是当了组长呀 那我们建设新临山呢 就没有任何阻碍了 你也能更好地代理大家支付 实现一个梦想 对对对 是这个梦 是 我是赵上阳 总裁 长盛集团已经准备完毕 施工队随时可以进入西陵山 好 这西陵山的旅游度假存项 只是一期项 告诉长盛公司 一定要做好 好的总裁 对了 准备一下 三日之后 我跟唐梦汝董事长 会亲自准备电机一室 既然你这都要成为新组长了 那你就调动一下村民 三日之后 一起参加西陵山旅游度假村的 点击仪式 放心吧 交给我了 行啊 我跟时间差不多了 大伙敬一敬 敬一敬啊 陈阳啊 我们西陵山村脱皮之父 就要靠你啊 是啊是啊 大家一起努力 我相信咱们西陵山 一定会成为一个 美丽 不俗的地方 好 好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开始吧 各位父老乡亲 咱们西陵山经历了种种 现在终于开工了 我赵承阳承诺 一定会带领大家 脱皮之父 好 大家合上瘾 进步开工 西陵山旅游度假村 开工大街